我俩有共演 我们俩都是紫色的 哦 你是紫色的 看 你不关注我 可能当时他的戏比较火 就有一些竞品 在台南就觉得 就是 不不 我们就不是竞品 我们是一个公司的 OK 你们这两大紫色同心 汇聚的那个焦点是吗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彼此呢 是我们前两年在厦门拍 突如其来的假期 就是一块玩 对 就更熟络了 我觉得 我这个31岁 真的还蛮特别的 因为 就是这辈子也没上过 那我都自热搜 从年初上到年末 然后年末正好又有一个大暴剧 《青青日常》 因为就很多人都很喜欢宋舞 就是这种搞笑你吧 所以我也想借用宋舞这个角色 总结一下我的31岁 那爱就是 哈哈哈哈 前段时间有一个还挺crush的人 仿佛找到了自己心脏 还在跳动的那种感觉 然后后来就是加上了微信之后 我身边的朋友真的是逐字逐句的去教我怎么回复 所以你是那种一旦遇到喜欢的人 然后会完全慌张 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始 完全慌张 就是我会把要跟他聊什么 用我的那个手机上面的那个笔记本都写下来 就是话题词可以聊这个可以聊那个 因为我在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 我就是整一个大脑降置 我就是脑袋会一片空白 我完全不知道要说什么 12年到16年这4年其实相对来说事业不是很顺利 那这4年比如说 没有恋爱 是事业不顺的时候刚好也没有恋爱 对 很孤独的4年吧 就什么都没有 就只能去健身 每天就恋 要当一个宇宙不同的演员 或者当一个身材最好的演员 当于是健身拯救了你 健身成为一个出口 对对对对是这样 你也没有去想什么恋爱 根本没有去想 根本没有心思想这个事情 没有任何心思 没有过一个瞬间想过说 好像恋爱不需要奔着所谓很长远去 可以欣赏这绚烂的花火 尽管它有时候可能很短暂 没有 就是有时候会放飞的去想象 但是往往你当你想踏出那一步的时候 你发现你不是这样的人 你会内心会很难受 而且会很痛苦 很奇怪 就人本质是很难改变的